環南群聚風暴 六號起油條件開始 但一名肉品攤商控訴 全家人六月初曾確診 如今康復解割卻無法上工 被環南市場拒於門外 而罪魁禍首居然就是政府 醫院就是告知我們說去拆的話 還是會有一樣性 衛生所會告知我們不要去拆 因為你拆了以後 既給政府困擾也給自己困擾 那全眾現在拿不到陰性證明 像我們家三個人就是不能進食廠 攤位就是體眉霸營業 這名攤商的父親六月初 在喜盛中心染疫 最後一家四口全確診 如今CT值高於30 已經康復解隔離 但市府新規定 要進入環南市場 需持陰性證明或打過疫苗 一家人如同人酬 什麼證明防護都沒有 進不了市場生計全斷 接觸隔離的攤商 拿不到陰性證明 哪都能去就是去不了市場 沒病死恐怕先餓死 整個環南都是受害者 你是瀕收入的 然後攤位就是沒辦法開 就是直接就是斷糧 政府應該要拿出具體的辦法 把它列入紓困的方案 才能夠讓他們的生計能夠緩解 北市市場處回應 正在嚴厲 7月15號推新規上路 讓曾確診的攤商 持解隔證明入場 北市衛生局也說 將迅速核發 解隔證明給這家人 只是政府動作慢了好幾拍 中央看似嚴謹的超前部署 卻欠缺完整配套 想先喊先贏平息民怨 但最終還是苦到百姓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